媽 救命啊 下午如果還有太陽去滑雪盆 好不好 好呀 滑雪盆好不好 好 太美了 好 2017年來到滑雪盛地 TOMAMU THE TOWER TOMAMU THE TOWER 吃大頭髮了 一開始只想簡單滑個雪盆 再來騎個雪橇 速度感是會令人上癮的 上完一堂學習如何跌倒 再爬起來的基礎課程 我跟著台籍教練上山 先學習不依賴雪 滾下山 然後一個人滑雪 三個小時後全身濕透 小孩每天只想堆雪人 有雪堆就不怕冷 你要不要躺下去 躺過來 躺著 走到哪裡就堆到哪裡 玩雪泡湯以外的重要活動大概就是吃 TOMAMU在吃這方面的選擇算是非常多 每天一起床就期待當天換別家吃吃不同的早餐 飯店可Ski in Ski out 房間算大 但是隔音不是很好 倒是吃的選擇多樣性這點真的很不賴 短暫停留四天之後到道東走一走 先來到代廣 Obihiro 再繼續鐵道之旅 來到川路 Kushiro 舟車勞頓全是為了搭上 沒提早預定就搭不到的冬季師園號 從川路出發到飆茶 川路師園半日遊 一路欣賞自然原野風光 列車內限定便當也令人非常懷念 2018年1月來到Kiloro度假村 飯店不算大但設備很新 有浴缸每天泡澡這點很讚 但是當時吃的選擇真的不多 而且很貴 住七天下來越吃越心酸 於是萌生之後要選擇 房間裡有廚房的住宿 我們住的這間Tribute Portfolio Hotel 到雪場有五分鐘的車程 也算是小缺點 但是雪場真的很優 雪胎之後試了無聊到爆炸的雪地走路 最後終於決定請教練來教小孩滑雪 來自北歐的教練真的非常有耐性 一個小時之後小孩就適應在雪地上滑行的感覺 花寶寶第一次坐懶車上山 完全信任的抱教練大腿 有教練帶小孩我超放心 才第二個小時 小孩已經可以不用再依賴教練了 教練三個小時的陪伴結束後 我們自己坐懶車上山在滑下山 Kilolo的初級雪道真的一級棒 初級的懶車上山路線長達1560公尺 沿途滑下山會經過很多緩坡 會經過一段隧道 經過隧道之後 會有總覺得自己真的很會滑雪的錯覺 滿滿的成就感 還有令人一試就上癮的波浪雪道 真的是beginner friendly 2019年終於來到世界文明的二世古朝聖 這次決心要省下伙食費 選擇了One Niseko這家飯店 這房間真的很大 廚房每個抽屜裡都有小工具 連電子鍋錫菜的瀝水欄都有 下午的時候還有菜飯專車到飯店門口住手 非常適合想要自催的旅客喔 小缺點是需要搭接駁車到雪場 天氣不好的時候真的比較不方便 為了避免周車勞頓也選擇就近的Moiwa雪場 這個雪場的東方臉孔非常少 也不必忍幾人 整個非常悠哉的氣氛 缺點是初級雪道太短 比較沒有成就感 於是決定請教練來學單板 聽說是要先摔300次才能學會士馬 我猜想是要先學會蛇板才能比較容易學單板 光是一個落葉飄就要飄很久了 偏偏旁邊一直有高手飛來飛去的 小小孩的乐趣还是一样 2020年世界发生巨变 真心希望人类与病毒和平共处 期待下一趟滑雪行程 如果你也刚好很喜欢滑雪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